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云聪金融交易技术分析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云聪 最近很多朋友非常着急 就想云聪你能不能赶快度过我们做一些石盘的分析 我想告诉大家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是因为今年我以前做的飞云金教 他的会员到期要等到年底 所以说在到年底之前我不能够大量的去做分析 因为实际上我给会员每周也在做分析 是吧我就偶尔集个别的时间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时间点 我需要提醒一下 那么我会出来做 比如说上次欧洲的暴跌 是吧暴跌之前我就是提醒了 还有就是上一次加密货币有机会 我也会提醒了 好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说行情真的没必要天天分析 因为行情趋势性行情 如果你是做趋势教育法 趋势只有30%的时间有趋势 70%的时间是干嘛 无序震荡 没有就是无序震荡 要么就形成各种形态 什么三角形平行四边形 旗形在这边做形态 无序震荡 好那么我们这主要会产生两种损耗 一种损耗就是钱 你亏钱了嘛 你瞎做 另外一种就是情绪损耗 如果在不该做的时候 你去瞎做 往往不但亏钱 而且会把你这个心搞得特别累 然后等到行情起来了 真该你赚钱的时候 你又赚不到钱了 所以我反复提醒大家 在不该做的时候就应该放手 就应该放手 你看那些武林高手 有哪几个平时没事干去找一些小混混 我们来打个架 我们来搓一搓一架 是吧 我们来练个手 不会的 只有刚学了几招的人 特别兴奋 我去找赶快找几个小混混 找几个什么民间高手 我们来切磋一下 真正的武林高手 根本不会轻易的去找人去打架 只有在关键的时候去打 我们每个人也要有这种心态 第一个我们要努力学习方法 第二个方法学好了之后 一定要学会在核心的位置 核心的机会去出手 你看今年从开年以来 最开始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还说 美股是没有希望的 上阵可能还有一点点希望 但是后面马上也就知道了 这个情况 根据当下的情况判断出 上阵也没有希望了 后面就一直让大家休息 或者是拿小资金链手 或者是学习 如果听到我们建议的朋友 现在应该是相对来说 比较幸福了 当然加密货币 其实我分析在一月份 我当时有一个分析 待会再看 其实就是按照那个分析来的 它其实后面也是在震荡 是吧 大波动率转小波动率 就是这样子 所以再次给大家说一下 分析我们是偶尔会做的 我们一定会做的 但是真的是没必要天天做 也没必要经常做 我们只是在关键的位置 会给大家做一下 好 今天我就给大家做一下 并不是因为到了关键位置 而是因为真的很想念大家 很感谢大家 这段时间特别忙 我也没怎么出节目 所以说今天无论如何 要给大家做一起 好 非常感谢 我们下面来看分析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指数 首先还是从股指开始 虽然就算是做加密货币的朋友 大家耐心一下 首先看看整个的股指的情况 首先咱们看一下标普 好 我们看标普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整个人家美国是涨了多久 涨了从这开始到这 人家是涨了整整的两年 这两年的这么一个上升通道被跌破 所以我当时我去年年年底的时候 今年年初的时候说过 这么大的一个上升通道被跌破 它不会那么轻易的啊 它就马上就说跌破之后 它又回去了啊 这个还是概率是比较小的 再怎么人家又跌一跌啊 所以说标普 你看从这个位置啊 往下跌之后呢 把上面的这个头肩跌破之后啊 这个形态跌破之后 然后现在基本上是走另外一个通道啊 这个通道呢 就是走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子一个下降通道 这样一个下降通道 那么这个下降通道 现在基本上是走得比较稳 走到这儿的话 我们可能往下有一个盘整 为什么有一个盘整呢 因为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支撑位置 那么在这个支撑位置 它可能会有一定的盘整 盘整完了之后 等到将来这个位置 如果它再往上突破 我们才能够认为 它有可能 这一波行情 这一波回调行情就走完了 它如果这个地方不往上突破 还是继续盘整 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 可能美股还要打到这些位置来 啊 将来 所以我们就是走一步看一步 第一步就看 它在这个位置的盘整的时间和周期 第二步看它盘整之后突破的力度啊 力度 总之如果是美股将来能够得到这些位置 那将来当然是最好的买入机会 那么这个时间和空间 空间是在这个位置 时间上 那可能这一段的这个时间 你看一下 盘整加上再次下跌 那么基本上要两到三个月了啊 我觉得甚至半年以上了 没有那么快的啊 没那么快的 所以呢 大家如果要的美股超个底 超一个大底 那肯定是这些位置去超低 那么这些位置呢 看到我们飞云交的啊 也有以前飞云交交的 或者是我云冲交的 这些信号 我们遇到这些信号 我们再去开仓 那么你在这个位置 并不是表示不可以做 你也可以试着去做一下 但是呢 并不是说这个位置 他就一定会遇到很好的一些结构和形态 但是呢 遇到了你还可以做一下 因为他有可能这个位置只跌了嘛 有可能到了这个位置 他就跌不下去了啊 跌跌跌回正的位置 他跌不下去了 也有可能会反弹啊 但是呢 这个位置即使反弹 我并不是特别的看好 因为美股第一个有加息的风险 第二个 这上面的压力相当的大啊 这个获利盘很多 压力盘获利盘很多 而这些获利盘 一旦遇到风吹草动 可能只要上不去 他可能会继续掉头掉头向下啊 所以这些情况都表明 仍然不乐观啊 美股至少说 今天这个行情 美股是一点乐观 我是完全不看好的 我认为他至少说 他跌到这个位置 才给我一点买入的这个区间 然后呢 再根据我的那些信号 我才来判断 在这个位置是否需要去买入啊 在这些位置 我认为还是风险很大的 我还是不会动的啊 好 这是美股 当然最好的位置 当然是要跌到这些位置来 但是能不能跌到了 那就真的说不清楚了啊 那就只要走一步看一步了 好 我们再来看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呢 也基本上是这么一致的 纳斯达克有和美股差不多 但是纳斯达克前面 我的判断也是正确的 我说纳斯达克如果会下跌 他将比标普跌的会更猛一些 而且呢 跌的更深一些 原因是因为纳斯达克的头部形态 比标普做的还长 那么现在看起来呢 现在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认为纳斯达克 他应该会跌到下面这个区间来 而纳斯达克跌到这个区间来 他这个区间比标普的那个区间 还更有利一些 所以我是觉得 如果纳斯达克能够跌到这个区间 在这个区间 我们有买入信号的话 纳斯达克可能会比标普的那些股票 会更好一点啊 他的反弹也会更剧烈一点啊 因为这个区间是一个非常明确的 前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支撑测试区间啊 这个区间之后呢 在这些位置 我认为甚至都没有这个区间好 所以这个区间应该是一个 比较好的交易区间 比较好的交易区间 所以纳斯达克我们等到这个区间来 他可能比标普更早的进入一个 我们很好的一个交易区间啊 但是这个时间上 我估计还是得有几周了 你说一两天 我估计还是够呛啊 好 这是纳斯达克 同时呢 我们再来看他的K线结构 但是K线结构也看得出来 他并没有什么非常明确的 好的K线组合 既没有好的K线组合 也没有我们交的那些非常标准的这些形态组合啊 形态也没有 K线组合也没有 量价呢 也没有 所以说 暂时大家不要去抱希望了 好 这是美股 咱们A股呢 这两天大家也知道跌得非常的厉害 可以说这几天跌的是有史以来啊 前段时间在这儿就跌了一个创历史的暴跌 那么结果现在又创了一个历史啊 好 那么跌成这个样子到底怎么样呢 我就想问呢 大家的绝望情绪出来了吗 有点出来了 有点出来了 绝望情绪出来了 今天本来我考虑的就是 如果今天大盘一直是一个大银线 那么明天只要低开 绝对是一个最好的买点 这是毫无质疑的 根据四日法则 四日法则 还有根据各种的分析 只要是连续一二三四第四根 三连续三根大银线 第四天的一个低开 绝对是最好的买点 但是很遗憾 他今天收了一个很大的下银线 收了下银线 其实反倒不好 反倒不好 也就是说收了下银线 明天就算高开 我们来看一下三分钟结构 明天上阵就算高开 也不要轻易的进去 也不要轻易的进去 收了下银线之后 明天他就算高开在这 也一定要耐心的 等待二次测试出现 他如果不收这个下银线 一个低开我们就可以买 他收了这个下银线 一定要等到二次测试 二次测试回抽 回抽到这些位置 才是一个可以进入的点 如果明天一天都没有测试的话 我建议风险还是有的 等到后天再说 所以说上阵 那么你要去抄这个底 明天开盘 就看他是高开低开了 明天开盘 如果是高开 不要去抄这个底 明天开盘 如果是低开 那有可能去抄这个底 当然低开还要看怎么看 低开低走 还是不能抄底 低开低走 微型反转 好可以抄底 低开低走 不微型反转 全天下跌 不能抄底 低开直接高走 可以抄底 所以说你要做各种各样的交易计划 一 二 三 四 各种交易计划 我们再来看 这是A股 所以对A股的判断是 明天可能会出一个地点 一个机会 但是这个机会 要看他怎么走 才能出这个机会 我们看这个时间和空间 基本上也到了 我们用百分比线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可以用百分比线 来比一下 他的时间和空间 好 我们用百分比线来看 我们就非常惊讶的发现 实际上 今天他就是打在了 这个 这个是0.618 这个线就是根据 0.618反推的最低点 你看 有些时候 这个百分比线反推啊 他简直是准的 不能再准了 你看 今天从这个地方来开始反推 反推的结果就是这个点 你看 这个不是我画的 这个线 标的就是这个线 反对结果是这个点 那么所以呢 今天这个位置 应该是近期的一个低点 所以在这个区间 明天应该会给你一个反抽的机会 我们可以试一下 好 所以大家今天晚上可以去观察一些股票 好 这是我们的上证和美股 我们来看一下数字货币 好 我们一起来看看数字货币 加密货币 首先肯定是先看第一大 就是比特币了 比特币呢 首先呢 我记得以前 我一两个月前 就给大家做了一个定向的一个分析 就说从这跌下去之后啊 我说他不太可能说就直接涨上去 非常小机会小 也不太可能跌下去 更大的可能是这样子啊 涨跌涨跌 大波动率变成小波动率 然后长期盘整一段时间啊 好 我们当时是这么一个定论啊 那么我们盘整的话 第一个压力位是在这个位置 是吧 这前期有很多的套牢盘 那么所以说整个来说 你说现在第一个 他是不是在盘整呢 是不是到了这个压力位置开始盘整呢 基本上都是符合我们的规律的啊 所以说我基本上对这个 数字货币啊 这段时间的判断是准确的 啊 那么现在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 那你说他会向上还是向下呢 其实大家真的是不用去关心那么多 我们唯一做的就是 我们有什么方法 我们的方法到了这个位置是不是该发出买入信号 首先说在这些位置本来就是一个盘整 可上可下 像这些位置就是一个箱体盘整是吧 它既可能往上也有可能往下 所以我们就把它当箱体盘整处理 那么既然当箱体盘整处理 那么到了箱体的下边缘 什么位置 就是这些位置 那么我们肯定要找机会去买 好 日线在这种下边缘找机会去买 那么我们就看更小的周期15分钟 那么15分钟到了这些下边缘 你看到了这下边缘之后 15分钟 到了这下边缘 我们就应该知道 到了这下边缘 我们就有我们的方法 趋势交易法 就是做什么呀 做形态突破嘛 那么像这些位置 明确的位置是什么 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的头肩形态 这是左肩 这是头部 这是右肩 更具体的我马上周末就开始讲这个道士理论形态学 当然可能不会讲那么详细 只是点到位置 好 那么这个地方是有个头肩形态 这个头肩形态一出现 那么我们就应该在右肩和突破的位置去等机会 结果呢 在右肩这个位置只要是做了止损放在这 那么突破再加仓 那么这一波我们的目标位 目标的这个买入点 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很好的买入点 那么这个位置买入了 我们就不要管他说 哎呀会涨到哪会跌到哪 其实没有什么必要啊 如果你很害怕的话 那么你怎么办 你在前面的我们说日线级别的箱体上沿 你可以先出一部分 因为这是一个盘整行情嘛 是吧 你在什么地方 就是在他这个箱体上沿这个位置 你先出一部分 你先出一部分 走一部分 走一部分之后 但是你的目的走 不是为了说我马上要走 我的目的是什么 我的目的是到这之后 他回抽的这个区间 我还要把它买回来 为什么呀 因为我认为这个位置是有机会的 我认为这个位置是有压力的 但是他在这些位置 他回来之后 我认为他还会上去 所以我把它买回来 所以我们的交易计划就是什么呢 比如你在这个地方突破 形态突破的位置买入 买入之后 这个位置先出个百分之三十啊 百分之五十啊 然后短线啊 短线交易法 百分之五十啊 然后等到他回抽的这些区间 你再买回来 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好的交易方法 但是如果你觉得很麻烦 你觉得很麻烦的话 那怎么办呢 你做中长线 你不用担心 你做中长线的话 你现在这个位置买了之后 你就把你的止损放在你这个下面就行了 他如果给我回来跌破了 那么我就走人就行了 是吧 跌破走人 我就走人 等到下一次交易机会 再来的时候 再去买入 他如果这个位置没有过跌破 那么我就坚定的持有 为什么呢 从这一根K线的这个力度 强度来看 后面是有机会的 那肯定是有机会的啊 但是他机会有多大 那个真的说不清楚啊 他的机会有多大 他是到了这儿 到了这儿 他就下来了吗 那不知道 是吧 还是到了这儿 突破回抽确认又上去了吗 我们也不知道啊 我们只知道 这是一个很好的日线级别的买入信号 啊 那么这个位置买入了之后 把止损放在下面啊 止损放在下面 就可以了 那么刚才15分钟级别的买入信号 在什么位置呢 15分钟级别的买入信号 就是在这个位置 是吧 这些位置 是个非常好的买入信号 这位置买入信号 所以我们只知道 这些信号买入 买入之后 我们就按照交易规则执行就行了 也不要乱想啊 也不要东想西想啊 因为这些位置 我认为现在还是不太容易走出大行情 这些位置 他可能会震荡完了之后 还得把他上面要突破 回抽 回抽 还要看他的反抽力度 要把这一堆全部走完 我们才能确认 哦 这个行情真的会消伤 如果在这个位置长期盘整 比如说他到了这个位置 回抽 回抽之后 力度不强 又回到这个位置来了 哎 那还要小心 这个形态还没有走完 我们再 所以我们就走一步 看一步啊 好 这是数字货币 的比特币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好 我们现在看看以太坊 以太坊呢 相对来说 他的走势也是基本上差不多的啊 现在这个位置是个比较关键的位置 因为下降趋势线 在快突破了 在下降趋势线 关键快突破的位置啊 但是呢 还没有到前期重要的支撑压力互换的位置 前期最重要的支撑压力互换的位置在这 那么所以他第一步的挑战是哪 就是挑战这个支撑压力互换的位置 挑战能不能挑战的过去 现在还还要等一等 还要等一等 还不能够确认 他就一定能挑战过去 但是现在这一根大阳线 肯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信号啊 好 我们要看他能不能挑战的过去 关键是看他回抽的力度 因为我们现在看他现在涨走的15分钟这个级别 走的还是比较强的是吧 他走的还是比较强 那么他虽然走的比较强的话 就看他后面回抽 那比如说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三角形突破之后啊 他现在这一波很强的上升 他的回抽力度 如果他回抽到这儿啊 比如回抽到这些位置 回抽到这些位置 然后我们又看到了 这是15分钟啊 这是15分钟 我们又看到15分钟级别 比如走出来一些头肩形态啊 走出来一些小趋势啊 然后再往上 而这第二波 在这个位置的下面的量能 又能够和他差不多比较足的话 那么我们就认为他第二波的 他的是真的是非常有效的啊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是他不回抽 他不回抽横着走 那也无所 那也很好 他如果横着走 证明这一波继续上行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吧 但是如果这一波 我们说这个位置 他挑战到这儿位置 如果急需往下跌的话 那整体来说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整体来说 我们是走一步看一步 真的走一步看一步 从现在这个K线结构 K线组合来说 我觉得至少说近期以来啊 近期以来比较好的 如果说买点的话 我们说这个K线组合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啊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当时 我做节目的时候说的一个位置 这个是很好的买点 因为从日线级别看 从60分钟级别看 都是很好的买点 那么这是第二买点 为什么 这个位置是支撑压力互换的一个位置 是吧 互换的位置 然后呢 这后面呢 就是就就没有买点了 然后这个位置呢 哎 如果你去看60分钟也可以 然后这个位置也可以啊 这些呢 都是近期 可以作为买点的位置 那么如果你这些位置买入了 那么如果你能够严格的按照 我们的一些方法执行 短线方法执行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实际上你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 那么实际上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买入 这个点买入 然后啊 你看趋势线 趋势线 形态 趋势和形态 双跌破的位置 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位置 买入点啊 买入点 然后呢 卖出点 卖出点之后 等他回调这些位置啊 我们把它放大一点 等到他回调到啊 这些位置 实际上 你还是应该去买入的啊 虽然失败了 就不要管他 这些位置还是应该买入的 买入之后 把止损放在这儿 那么后面结果呢 止损被打掉 是吧 这止损被打掉 止损被打掉 那就不要管了 再等待下一个买入区间 下一个买入区间和信号 都能够出现的日子 是在这个位置啊 是这个位置 还是有个买入点 但是呢 这个位置买入点呢 他实际上也是失败了啊 他后来又大幅回调下来 但是也没有关系 大幅回调下来之后呢 在后面 你还能够找到 同样的像这些位置的买入点 那么这些买入点 所以说交易就是这样子 你永远有一些位置 比如这些位置啊 这些位置 它是正确的 买入是正确的 但是也有一些位置 你买入肯定是要亏损的 比如这些位置啊 这些位置啊 你买入亏损的啊 那么其他的买入 继续严格的执行交易的一致性 那你又赚钱了啊 所以短线比较累的原因在这 你总会有一些让你很失败 但是你心态要好 我们再继续等待下一波机会啊 好 这是短线 那么如果是中长线呢 实际上你就不用这么折腾呢 中长线 你到这些位置买入之后 你看 它只要不跌破你的 这个位置买入之后 只要你把止损放在这 是吧 它只要没有跌破你的止损点 你就继续持有啊 继续持有就可以了啊 根本现在不管它 一直都不管它啊 这是中长线和短线 但是呢 中长线的问题就是 一旦遇到这种波动行情 你就会反反复复的去做过山车 好 我不知道整体上的时候有没有说明白 整体上的时候呢 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我其他的货币就不说了 万一到时候会有推荐这个币种的嫌疑啊 就是我想其他的 就是说我们只要能够等待 就能够等出一些行情 那么什么时候是行情呢 这个时候是一个买入行情 这个时候是个买入机会 今天这一根大阳线 也是买入机会 如果你要了日线来做 那么今天就得买入 买入之后下面设止损 然后就坚定的持有 那么如果你不按日线来做 不要着急 15分钟 耐心等它回调 那么回调到什么位置 这些位置 如果它给你机会 那回调到这些位置 回调到这些位置 你再进去买入 再进去试着买入 或者这位置啊 或者回调到这些位置 你再试着进去买入 买入之后 你把你的止损放在哪 你把止损放在下面 止损放在下面 如果止损打掉 那你很遗憾 再找下一次买入机会 如果止损没有打掉 那么你就坚定的持有就可以了 那么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如果它不回调了 那么你就看这个箱体 它的一个盘整情况 这个箱体等到突破的时候 还是可以去买的 只不过风险呢 盈亏比的就有点大了 风险有点高了 但是呢 它这种还是一个顺势的 还是一个顺势的 这种位置就是止损就不好设了 止损可能设在这 那么止损设在这的话呢 你的止损就比较的 相对比较大一点 但是呢 也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说你就不断的要衡量 买入点在哪 你的止损点在哪 你的盈亏点在哪 你的风险有多大 然后你的周期是什么 你就反复的要问自己这些问题 然后来做 那么比如说 我现在如果是我日线交易 那么这个位置 理论上说就是因为我的开仓点 即使我错了 那么我也要在这个位置开仓 为什么 就是我的交易规则 我的交易规则就是在这个位置 就是在这个位置是吧 那么如果我不是日线级别 我是15分钟 我是30分钟 那么我错过了刚才那个买点 我现在应该等待 如果我在刚才买点没有错过 那么我就坚定的持有 就这么一回事 那么日线如果这个位置 他再回去了 那就比较麻烦了 因为这个位置如果假设 假设他日线又打回来跌破了 那你可要等很久了 那日线级别的买点 要等很久才出现了 所以说每一个级别的买点 就情况不一样 那你要耐心的等很久很久 那么15分钟30分钟 那不一样 15分钟30分钟 那有另外的一套打法 所以我们首先问自己 你要做什么周期 做哪个周期 然后根据这个周期 再来制定交易规则 制定交易计划 好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本周节目 如果大家喜欢 欢迎点赞评论 或者转发 我们下周期见 或者转发转发 点赞评论